2022年9月4日,大脚星人理事会给觉醒者和新觉醒者的信息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译者扬声传导 大家好,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你们联系 我们很高兴见证地球上有这么多个体的觉醒,正如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你们这些已经觉醒的人 因为你们继续站放并成为更高版本的自己 你们所生活的世界不鼓励这样做,所以你们真的必须逆风而行,才能忠于自己作为第五维度存有 你们必须对那些希望你们和他们一起谴责其他人或某个团体的人说不 因为在你们的核心你们确实知道团结和合一是你们扬声的一部分 把自己或任何人放在一个漂亮整洁的小盒子里 你们不会到达你们要去的地方,盒子有墙 你们不会在那里进一步进行分离和隔离 你们在那里培养爱和融合 所以,当我们谈论你们促进你们的意识进化时 这就是我们的意思 你们必须每天都看到摆在你们面前的机会,才能做到这一点 好消息是,你们这些觉醒的人已经更多地关注你们的情绪体 你们很敏感,你们是善解人意的,你们知道什么时候对你们感觉很好 什么时候感觉不对 当某事感觉不对时,这就是给你们的一个线索 即是时候放下你们在想的任何事情 无论你们把注意力放在什么上面 它只是不为你们服务,也不服务于每个人都有的扬声的总体目标 扬声就是更接近源头能量 源头能量就是一切,就是每个人 因此,如果你们看到有人邀请你们加入他们反对某个人或某个团体 某种意识形态的行列 那么你们只需礼貌地拒绝成为这运动的一部分 意识到这样的运动有助于你们认识到地球上需要什么 你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东西 你们需要更多想要聚在一起的人 当人们刚醒来时,他们往往会意识到这一点 人们想要找到他们的部落,他们的灵魂家族 你们中那些正在接收这个信息的人肯定已经处于那个时候 或者现在就在那个时候 因此,你们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做到这一点 你们可以决定你们要发起一个团体或运动 这是关于团结人类的,尽管你们有所有的差异 你们可以对吃什么是正确的和合乎道德的有不同的看法 但仍然与其他人团结一致 你们可以对谁有更好的理念有不同的看法 但仍然与那些你们不同意的人团结一致 你们不必让任何信念将你们分开 相反,当你们专注于将你们团结在一起的东西时 也就是我们都是一体的事实时 那么你们就会吸引更多相信 这一点并希望在日常生活中过这种生活的人 当你们开始将其视为一个目标或一项使命时 你们无需再看看你们的家人、朋友和同事的圈子 而且你们知道你们可以与那些基于他们是源头的人在一起 你们也是,你们可以克服你们所拥有的任何差异 因为你们已经准备好超越所有这些 而且你们也是邀请其他人这样做的人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2022年9月4日 天堂来信 你们的愿景改变了所看到的事物 传导Glory of Wendorf 译者扬声传导 上帝说 清晰的愿景是我的愿景 少一点就不清楚了 想一想 这对你们说了什么 我的愿景是纯真的 就是这样清楚的 诚然 我是无所不知的 但我无所不知 如果我不是纯真的 我会像你们一样审视我的孩子们并找出错误 并像你们一样戴在表面上并猜测一切 但幸运的是 我是纯真的 我看到了纯真的 这就是他的工作原理 我是纯真的 因此 我看到纯真的 因此 我看得很清楚 在你们的层层叠叠之下 你们是纯真的 在你们的层层叠叠之下 你们是无所不知的 在你们的无知之下 你们知道真相 只是你们不相信自己 世界如此相信谎言 以至于你们对自己感到迷失 并且对你们所知道的东西不屑一顾 世界上的真理往往是实上而不是真理 但是世界上所有其他人也都在内心深处知道什么是真实 什么是魅力 敢于知道你们所知道的 你们的心是知者 你们的想法不是 帮助你们的头脑跟随你们的心去追求真理 你们想知道这有什么不同 但不同之处在于松了一口气 你们的思想是你们处于压力之下 我把你们从那种压力中解脱出来 静下心来 与心一起成长 你们的心才是真正的探索者 你们的思想是一个无情的跟踪器 它离开了主要道路 你们的心一直在它的路上 你们的思想被交通堵塞了 你们的心没有被抓住 它释放自己 如果你们明天醒来 失去了所有的形式 失去了对所学知识的所有回忆 失去了所有规定的思维 你们的眼睛就会纯真的睁开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你们将第一次看到有什么可看的 你们会像第一次看到颜色一样 你们会像第一次听到声音一样 你们会感到温暖或凉爽 微风和宁静 你们会有新的眼睛 因为你们会卸下过去积累的印象 印象深刻在你们身上 而不是由你们发起的印象 但现在在天真无邪的情况下 你们将成为你们所看到的一切 和在你们之前发生的一切的发起者 而在你们之前发生的一切 都会被你们的心事也所改变 你们的视野会改变 因为你们会卸在他的相机 过去拍摄的照片 而且你们的相机再也无法容纳任何东西 每一天都会是新的 没有积压 那是天真 今天你们的眼睛更清晰了 因为我一直在为你们清理它们 感受你们的新清晰度 感受一下我是如何从你们身上删除过去的电影的 感受你们渴望重新看到和不再看到旧的事物 旧的曾经统治着你们 现在它已经被征服了 它已被归入其应有的位置 这意味着它已被删除 过去并非不可磨灭 它不是要留下来的 过去是暂时的 它本来是要随着日落而下降 或者可能被扔进篮子里 也许你们把过去挂在网上 但现在必须把它拿下来 过去必须消失 否则它会干扰现在 放下过去 你们的疲惫就会消失 你们的疲倦就会消失 你们的超重会消失 积攒的一切都会过去 以旧换新 今天是现在的 今天是新的 今天你们的 骑着我的恩典 今天也是新的 欢迎你们自己 做你们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